第一课 快乐会传染 课文一 快乐也会传染 说到传染 很多人不禁会皱起眉头 因为传染通常是和病毒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 很多事物都会近距离传染 比如感冒 水痘 打哈欠 那么幸福快乐也会传染吗 研究人员在英国医学期刊上 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称 与快乐的人在一起 你自己也会更快乐 你周围的人越快乐 你也会越快乐 专家说 这是一个情绪感染的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 社会关系最广泛的人同时也最快乐 这些人与朋友 配偶 邻居和亲戚的联系都较为密切 专家说 你身边多一个快乐的人 你就多一份快乐 研究人员还发现 快乐比不快乐更易传染 如果你的直接社交对象很快乐 你快乐的几率会增加15% 如果你配偶或兄弟姐妹的朋友很快乐 你快乐的几率就会增加10% 如果你的第三层社交圈 如朋友的朋友很快乐 那么你快乐的几率会增加6% 但每多一个不快乐的朋友 你不快乐的几率会增加7% 这项新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 幸福可能会通过社交网络扩散 你交往的人越幸福 你也会感到越快乐 如果你的社交网络 比如朋友家庭和配偶 他们中有人变得快乐 那也会增加你快乐的可能性 课文二 快乐需要分享 有一个故事 说一位犹太教的长老 酷爱打高尔夫球 在一个安息日 他觉得手痒 很想去挥挥肝 但犹太教规定 教徒在安息日必须休息 什么事都不能做 这位长老却怎么也忍不住 决定偷偷去高尔夫球场 想着打九个洞就好了 由于安息日 犹太教徒都不会出门 球场上一个人也没有 因此长老觉得 不会有人知道他违反规定 然而 当长老在打第二洞时 却被天使发现了 天使生气地到上帝面前告状 说某某长老不守教义 居然在安息日出门打高尔夫球 上帝听了就跟天使说 会好好惩罚这个长老 第三个洞开始 长老打出超完美的成绩 几乎都是一杆尽动 长老兴奋坏了 到打第七个洞时 天使又跑去找上帝 上帝呀 您不是说要惩罚长老吗 为什么还不见有惩罚 上帝说 我已经在惩罚他了 直到打完第九个洞 长老都是一杆尽动 因为打得太神了 于是长老决定再打九个洞 天使又去找上帝了 您说要惩罚他 惩罚到底在哪里 上帝只是笑而不答 打完十八洞 成绩比任何一位 世界级的高尔夫球手 都优秀 这可把长老乐坏了 天使很生气地问上帝 这就是您对长老的惩罚吗 上帝说 正是 你想想 他有这么惊人的成绩 以及兴奋的心情 却不能跟任何人说 这不是最好的惩罚吗 生活需要伴侣 快乐和痛苦都要有人分享 没有人分享的人生 无论面对的是快乐还是痛苦 都是一种惩罚 课文三 世界上最快乐的是 你经历了几件 中国古人说 人生最快乐的几件事情就是 久旱逢干雨 他乡欲固枝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石 什么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下面这些 你又经历过几件呢 花开的时节 有赏花的心情 有人背后称赞你 被你无意中听到 或者有人转告给你 在你打扮得最漂亮的那天 在街上偶然遇到你很在乎的人 收拾书架的时候 发现一张没有支取的存单 数目不大 但是人有遗忘的财富 无论是雪中送炭 还是锦上添花 都表明你的生活 其实没有问题 早上醒来 依然记得夜里的美梦 美梦不多 但不丢失 实在很难得 做了噩梦 及时醒来 发现一切不是真的 醒来认为上班已经迟到 但突然想起来是周末 曾经有一家英国报纸 以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为题 有奖征集答案 只有不超过3%的回答 是挣到了一大笔钱 最后获奖的四个答案是 艺术家完成了一件作品 望着作品吹口哨的时候 小孩在沙滩上 用沙子堆成了一座城堡 母亲忙了一天 晚上给自己的孩子 洗了一个热水澡 外科医生完成了一个手术 救活了一个生命